3月18日,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致使香港累计确诊病例突破100万宗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香港疫情仍然严峻,要继续保持高度备战状态,继续抗击新冠病毒 现在香港的疫情还是严峻的 每天大概就是2万到3万的排汇范围 这个是一个高位的平台器,所以我们不可以放松 政府当然更加应该在这个时间 更加要把所有抗议的措施做得更加实 但是我又是有信心的 你看,我们从年初的时候到现在 包括我们有国家,机缘我们的多方面的 建设一些隔离的确实,有不同的专家来 那么社会的力量也迎在一起了 大家都有一个团结抗议这个社会的意识 所以这个社会的迎接力,你比我们年初的时候 很客观的看,每个方面都要强化了,强大了 谭级公务员在抗击疫情中的作用 李家超表示,目前全港大部分公务员 都参加了多元化的抗议工作 其实现在公务员我们上班基本是两班制 在家工作的是一个小数目 我举个例子,在我们这个维峰一个大厦 强励他们一个做核心检测的 每一个部门都会参与 我们为封奎冲,奎冲这个屋圈 我们动用了三千个公务员 有工程的,有做积淀的 也有在统计的 另外打疫苗的,打疫苗的也是公务员 而且我们是追踪 就是个案的时候,也有不同的人参与 另外呢,我们现在有很多隔离学系的管理 我们都是新的工作了 也是不同的部门也参与 所以从我们动员方面呢 只有我们有需要,他们都参与 当被问及近期医护人员和纪律部队人员 参与公共服务染疫的数字较高 特区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时 李家超表示,这些人员参与的是高风险工作 因此特别强调做好自我保护 包括保护装备,衣服 严格地要求他们做好这方面 所以在这方面的机影要加强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我们要确保他们这些装备要足够 那么第三点呢,是每天呢 他们就看他的工种 需不需要呢,每天就做个快速检测 医疗管理局呢,现在也有一个方案呢 就是如果医疗人员 他是一个高风险的工作呢 医管局要安排一些酒店 让他在酒店去休息 针对特区政府分层分流救治的情况 李家超介绍,确保减少死亡、重症和感染 是当前特区政府抗疫的工作重点 要将资源放到最需要的地方 那么现在在医疗治疗方面呢 其实我们分五层 简单来讲就是按他需要的治疗情况 第一第二呢,基本是在医院里面 第三层呢就是他比较稳定了 但是还是要一些医疗的照顾稳定的 所以现在呢,我们基本上有两个地方 把他们放进去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北达玉山的感染控制中心 这个也是内地帮助我们建的 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亚洲博览馆 第四层呢就是轻症的或者是无症状的 或者是已经正在痊愈的 但是也要观察 那么呢,这些呢我们就放到我们的社区隔离中心 另外也是讲解的站脱中心 当然最后呢,第五层呢就是你基本上 你在等进入一些需要进的一些治疗地方 举个例子,你是确诊了 但是还在安排你到隔离的地方 那么呢你就暂时在家里面等 谈及特区政府在公司医院合作抗疫上采取的措施 李家超介绍,目前香港有约13家私家医院 两家有负压病房且通风系统达标的私家医院 已经收纳新冠患者 很多私家医院虽未达到这一标准 但都参与了抗疫工作 举个例子,他现在呢会接受公立医院的其他的病人 也减低公立医院的压力 有20%就是拿出来接受公立医院给他们的病人的 另外他们参与抗疫的就是门城 门城的方面的服务 很多私家医院已经负担了营运赞托中心的服务 所以我觉得整个医院系统怎么用好公司两方面呢 我觉得第一是要充分的合作 不分离我 所以这个磨合啊 我觉得呢 要两家都发挥最好的效应 那么就一加一比二大 叶家超介绍 在中央的援助下 目前有五间方舱医院已经投入使用 未来特区政府将从多方面对设施的条件进行改善 我们现在呢 已经有五个项目 大概提供了三千多个房间 超过一万的床 我们现在这个入住率的平均是八层 有的时候是九层 我很多时候的解释呢 因为这个房间要流转的 也要消毒的 有一些维修的 所以都百分之八十 有一些百分之九十 我觉得也符合我的要求 另外呢 我们也优化很多服务 包括呢 你这个食物方面 我们现在呢 是也希望呢 怎么样呢 用交聘一些 就做酒店 这服务业的 也参与我们这个营运里面的团队 那么他们更铁身的 一些服务 可以给入住者 另外一个呢 就把血溪的价值 尽量释放出来 所以在其中一个项目里面呢 就是洪水桥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拿出三分之一的 学备呢 房间呢 来做这个 讲解的占拓中心 这个是重要的 连日来 累计已有三百多名 内地医护人员来港支援 李家超对内地团队的到来 表示感谢 他说 内地医护的作用很大 增加了香港的医疗人手 对香港抗疫工作 起到积极作用 第一 它来带来是什么呢 第一是经验 实战的经验 包括来的都是精英啊 骨干的 其实 他们放弃很大的 离开家人 离开工作 来到香港呢 是一个闭环管理 很多行动上的先进 所以他们是很伟大的 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 所以 有些言 这个言语表达不了我 我对他们的谢意和敬意 另外一个可能人家不明白 就是 互免 互助 这个精神 这个团队呢 就强大了 所以我是很有信心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